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事台各位观众 任振彤医生 多谢你又一次帮我们讲一下 我们大命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好 想一想 我自己都挑剔了自己 有时看一块镜子除了皮肤紧张之外 觉得眼睛不够精神 通常眼睛在护理上 或者在扮靚的过程中 有什么要留意我们的眼睛的部分 其实眼睛非常重要 如果眼睛的状态不好 就会让人感觉好像很累 人们常问你是否不够睡 但实在你已经告诉他 我昨晚已经睡了十个小时 但根本上是结构上有问题 导致眼睛这样 但观感是来自什么的成因 我们很累 眼睛不精神 甚至比较老了 眼睛很明显 你见到我们席颜言大哥 也常常戴上一只黑超 是不是 眼睛很难收起 老态 其实是 其实眼睛最主要出迈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他会给人一个很累的感觉 而给人的很累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有个眼肚 但是眼肚又有一块 你便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够睡 很累 但实在一个所谓眼肚 其实不是真真正正的眼肚 是有不同的成因 原来疲惯的感觉就是 原来就是眼肚作祟 就是在这里已经腫了 你是不是不够睡 是不是被人打除了 其实这个眼肚 刚才所说的有几个部分 是有什么成因在里面 首先 我们通常说眼肚 我们在想象中 有抛野在眼下 这一抛野 首先它可以是脂肪型的眼肚 脂肪型的眼肚 就是在皮肤下 有些脂肪掉出来 也有一种没有脂肪 就算有也好 只有一些 一个松弛型的眼肚 松弛型就是那部分的皮肤 松弛了又掉下来 但当然它没有脂肪型的眼肚 脏得那么厉害 第三种就是肌肉型的眼肚 肌肉型的眼肚 肌肉型的眼肚就是皮肤又不松 也没有脂肪 但是眼下有一些东西 尤其是当它一笑的时候 这些东西更加明显 其实这就是肌肉 最后一种就是 类蚝型的眼肚 类蚝型就是 刚才那三样东西都没有 但是它在这里有一条坑 我们叫它为类蚝 这条坑可能没有什么色素都不定 但只要一条坑 阴影看下去 你就会黑黑地 就会给人感觉是一个眼肚 但这个类蚝型的眼肚 其实很多时候 在个人年轻的时候 可能他二十多岁 已经轻轻又在 不过呢 不多觉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那条坑越来越深 接着呢 那个类蚝型的眼肚更加重要 当然去到最后呢 就是 刚才我说了几样东西 不同的混合 加上一只眼那里 又可以 所以就变成了 有不同的情况 导致到这个眼肚出现 听上去就好像很多东西 很难收拾 医生怎样搞一搞 就是这么多东西 我听到就是有脂肪的 就是皮肤下垂的 有肌肉型的 有内溝的 应该就有些 叫什么 那个肤色又会改变 有这么多东西 就是眼色不怪这么难收拾 在一个处理方面 有什么方法 处理的方法呢 首先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们首先要知道是什么事 才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去处理 譬如是一个肌肉型的眼肚 这个我自己觉得相对简单 肌肉型的眼肚 其实我们可以用 肉毒干菌素打下去 肉毒干菌素 当然是用来改善一些表情纹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亦都会用肉毒干菌素 用来瘦臉 瘦小腿 甚至瘦手臂都有 既然这些所有肌肉都可以改善 我们当然亦都可以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肌肉 所以通常我们在眼下的肌肉 打两针左右 它就可以继续缩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 如果你觉得效果好 就可以继续再打 所以肌肉型的眼肚 其实我觉得都很简单 脂肪的眼肚是很可惜的 这个也是很像抽脂的吗 如果脂肪型的眼肚来说 其实是需要抽脂的 抽脂其实都有不同种类的方法 当然可以真正正做手术 譬如切开皮肤 可以在外面切开 但也可以在红色的位置 就没有了巴痕 是的 这个就没有了巴痕 这就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就是用激光来帮忙 譬如在皮肤开一个小孔 然后伸出一条激光的导管 这条激光进去之后 它就会发热 发热在里面融出脂肪 这也是一种方法 最后一种方法 暂时香港未有 其实现在在美国 FDA已经认可了一个注射的针劑 打这个针就是融资 相对简单 不过暂时香港未引入 如果将来引入的时候 那就更加方便很多 我听到眼肚的处理 有这么多方式 处理就是在这里平了 样子就可能不同了 会不会感觉到 很多眼肚 有很多人都没有耳求的东西 但我看到坊间 也有说过 查一些药膏 那些的效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个人的理解 如果我们要治疗这个眼肚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的方法 如果有些方法 你在外面做一些仪器 就可以清除了这个眼肚 我自己会比较怀疑的功效 因为用仪器在表面那里 用一些热力 其实通常是不足以溶解脂肪 除非好像我刚才所说 是用仪器 不过我直接伸进去皮肤下面 进到脂肪里面去发热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在外面用一些仪器 我相信不可以 另外你刚才说 塗些什么下去可以不可以 我事实上有听过 就是有一些护肤品 你塗了下去 它在你面前那 十分钟五分钟 就会收紧了一些东西 不过你通常 效果可以持续到七八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之后 你又会打回原型 我相信它不是针对你的眼肚 是纯粹某些物质 短暂地令你的皮肤拉緊了 眼肚其实很松 你真的可以拉緊 但当药力过后 你便打回原型 你说到皮肤收紧 一说收紧 我想很多讲过都说 紧致紧致紧致 紧致是一个美丽的代表 我们是否在面上做紧致 这件事 就会带来改善我们的异用 这个绝对会 我们任何人 25岁打后开始 其实我们就由 我们的肤质 就已经由高峰向下滑落 但当然你25至30岁的时间 它开始滑落 我们表面上看不到 但是当然 30多岁之后 皮肤的变化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转变 但我们今天针对 这个就是 因为骨胶原的流失 骨胶原的流失 和蛋白的流失 就会导致皮肤 明显地松弛 这个感觉 就会被人看来 好像很累 很不精神 所以我们用任何 治疗方法去拉緊皮肤 当然看下去就会精神很多 听起来也挺好 在治疗方面 是拉得紧的吗 我们是不是有些 有没有什么 我听过以前拉紧做手术 开刀 然后把刀扯在后面 那人就硬斑斑 摘起了些东西 现在我们在医学界里面 还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助这些手术以外的东西 是 你提到拉面皮 当然是一个很普通的手术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 但是我当然不会说 你不要做拉面皮 有某些人做了真的好 但我们要明白 拉面皮这件事 其实你不拉得多 因为你可以想像 你的皮肤鬆了 它拉緊了你 但其实它完全没有改善你的肤质 那些皮肤 你拉多几次会薄的 当你薄的时候 皮肤薄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 那样子会不自然 所以就算一个选择 拉面皮去改善你松弛的人 他也应该要做一些 去改善肤质的治疗 起码你可以再拉多几次 就是你做过之后 但是说回 有什么其他治疗 我们可以不是手术 拉面皮的手术而改善的话 基本上三大类 就是可以做移气 现在暂时来说 比较有效移气 就是一种叫聚焦超声波 可以用一种注射的方法 注射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 就是一种叫聚左预酸的物质 注射下去会刺激骨胶原 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就是一种叫埋线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线 把皮肤扯行皮肤拉緊 三大类方法 这些方法 通常是否像我们打肉绿钢菌 打完之后再打 这些是否其实都要做完之后再做 或者隔多久做一次 才能够维持 因为有时我见过一些朋友 他做了一些东西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为何你的样子不同了 他说是呀 没有打 没有打那些针 那是否因为要一直打 才能够维持 不打是否会变样 其实不是 走回以前的样子看不惯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说 譬如防止衰老 或者我们说这些所谓医学美容 医学美容的treatment 其实我们是一个没有病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医病 如果医病 很多病我们可以医断尾 用完一轮药 你以后不需要用药都可以 但是一个人老化 是不断地老化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尝试去做一些东西 去延换他的老化 甚至做到最好 暂时在这个点那里 暂停了你的老化 但是当然 那个treatment 药干时间之后 效果消失的时候 你会继续老化 虽然你会继续老化 但是你绝对不会 就是说我做完这个treatment 我会不会差过之前 其实不存在这个理论 因为你不可能差过之前 还有应该说 我当于你做了一些刺激骨胶原的东西 你无论如何 你的皮肤的骨胶原 都是多了的 我起码有多些的流失 所以其实你也是在减慢 你老化的程序 就是我做的时候 不是突然老了 而是去到你之前的样子 你不是很习惯 对 你慢慢去到之前的样子 通常你不习惯 你都会再次继续再做 是 我觉得在某程度上 如果经济又许可 自己又喜欢 其实可以保持自己的移容 去到某一个年纪 是否可以一路退后 例如我50岁做 做了变成40岁 如果我一路做下去 做了变成40岁 是否会留在50岁 可以去到40岁或45岁 如果你说要做一些treatment 做到你那个人越来越年轻 应该是不行的 哎呀 越来越年轻不行 但是去减慢你老化的程序 就可以了 譬如两个人 同样年纪的 一个是定期地做这些treatment 另外一个从来不做这些treatment 我当于这个人30岁开始做 20年之后大家都50岁 那个人做treatment的 看上去的样子可能30到40 但是没有做treatment的人 当然是50岁 甚至可以自己保持得不好 50多60 这样的样子 所以是减慢你老化的过程 哦 其实听起来 因为我看到在报纸 大家看到一些 叫做动靈的一些明星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他不断做着 因为他比较注重自己的仪容 所以就是因为动靈的意思 就是不断做着 令到 为什么自己都变成了阿伯 或者婆婆 为什么他还可以 50多60岁的人 还是这么年轻 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 我相信既然做到明星 他们一定是很注重 所以他们是会做这些treatment之余 而且是多方面地做 所谓多方面地做的意思 他要针对每一部分 例如我要针对肌肉方面 我要防止民的出现 他一定要打肉毒肝菌素 例如我要收紧的 他们一定会选择我刚才所说的 那几样东西 例如 无论你查防削 查了多少 你的臉都会有机会有识班 有老人班 这些都要做的 多方面去做的时候 整个人就会继续得年轻很多 真的 其实 钱真的可以慢到快乐 好了 多谢你陆医生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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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